今年是一个转动的一年 利息在预期会升上去的情况之下 这个市场是非常的不稳定 北边中国的钱南下 能够帮助香港恒生指数的投资 再加上整个美金强劲 外资的钱能够进来 敬请您每周一晚间10点半 暗示收看财经趋势